这个我看了那个安东尼的解释啊 他说为什么嘲讽对手呢 是因为对手球员先嘲讽的我们的球迷 我看这个解释 我觉得还可以吧 他如果说对手的球员 对我们的球迷做出了这样的动作 像类似于这样的动作 或者这样的动作 那么安东尼给他来点这个也能理解 这个行为呢 虽然我是觉得不太要脸啊 但是呢 没必要上升到口如笔拔 赢球呢 庆祝呢 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呢 确实是没必要这次 有点丢人 但是他毕竟赢了嘛 他想庆祝庆祝还难道违法犯罪 那哈布斯还滑跪呢 你们得理解安东尼 安东尼把对手当成了 跟自己同一档次的队员 赢球之后才庆祝 这现在是对对手的一种尊重 哎 对不对 你看 阿根廷赢了荷兰 进了决赛 也庆祝 为什么 阿根廷觉得赢了荷兰 是吧 我感觉我内心当中 非常的兴奋 因为我赢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那么安东尼呢 也是觉得考温锤 也是强大对手 在给他交手的时候 我感觉到最大的压力 赢了他 对吧 我也尊重了 我就是我调整他 在我内心当中 其实恰恰是给对手最大的尊重 因为我觉得我们水平差不多 这么一想就明白了吗 安东尼对于 安东尼是场上最尊重他们的人